大家好,上节课咱们是不是说了关于网络配置文件 就是说咱们每一个layer该怎么写 以及咱们这个layer里它的一些参数都是代表着什么样的意思 那么咱们这节课就来说另外一个问题 咱们要讲sower这个配置文件 那么这个sower配置文件 它就是去控制着你网络怎么样去进行迭代 怎么样去进行训练的 就是说咱们这节课要讲很多超参数 就是说这些超参数是怎么样控制着咱们网络的训练呢 超参数的设置对咱们网络有什么影响呢 咱们主要来说这么一件事 那么首先我先来找一下这个mainness的这个例子里边 看看它这个sower是怎么写的 好在这里 我们来看其实这个sower其实从量来说很短是吧 在sower这里咱们只需要指定一些很多超参数 比如说学习率啊一些动量啊等等 咱们就咱们不拿这个地载卡 咱们按我的地载卡吧 咱们首先来说一个事儿就是说咱们这个优化 咱们训练网络优化是靠什么来优化的 是不是靠做一个咱们之前说在靠这个贴头下降是吧 找一个sgd然后来进行不断优化是吧 那么为什么咱们需要做sgd这个事儿呢 咱们直接求偏导让偏导等于理由咱们能不能找到这样的最优解 咱们可以找到这样最有解是吧一般情况下来说 但是呢咱们一般来说咱们神经网络这种loss function 它是非突的啊什么叫突啊 给大家写句话一个简单的再说两句吧 比如说什么叫突函数啊 这个突函数啊就是说跟咱们表面上的意思啊可能不太像是吧 咱们表面上认为什么表面好像看这个东西啊它是一个凹的 但是呢咱们认为啊比如说这个叫什么y等于几x方吧ax方吧 咱们认为啊这种的函数就是说比如说y等于x方 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凸函数是吧 咱们认为啊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是一个凸函数是吧 我们可以看了其实凸函数啊它可以求出来一个技巧值是吧 但是呢在咱们这些loss function里啊 咱们一般它们都是非凸的 所以说咱们不太好找这个解咱们怎么办 咱们只能通过这种优化的办法来直接去求解是吧 咱们直接求解求不了 咱们只能通过这种不断优化的方法来求解 那么卡贝啊 卡贝在这里提供了六种的优化算法啊 就是说它写好了六种优化算法来求解咱们这个w啊 咱们在这个sword的配置文件当中啊 可以通过这个type类型来选择 也就是说在这里 我们看啊就是说哎 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配置文件啊 咱们先来说一下这个type 你看这里type我写的是sgd sgd也就是随机体度下降是吧 其实呢咱们不光有sgd啊 咱们还有很多种优化算法是吧 这些优化算法 咱们就啊不一个个去讲了啊 只是给大家先简单的让大家知道一下 咱们有六种优化算法可选是吧 一旦来说呢 咱们在训练网络的时候啊 比如说你用这个sgd啊 它网络不太不太 不是很容易收点是吧 存在一些问题 那么咱们也可以去试一下其他的优化算法是吧 其他的一些迭代优化算法比如说在最六里啊 选另外一个去看一下咱们的loss会怎么样变化是吧 这个也是啊 咱们在实际训练网络当中啊一个可选项 但是啊 从我实际的角度来说啊 一般来说sgd它没办法啊进行进行优化的 其他的算法也不见得能能进行优化是吧 一般来说啊 如果说大家不愿意干这个麻烦事啊 咱们就把这个type写成sgd就可以了啊 这个也是目前来说用的最广的啊 那么其他算法 我在一些论文上也见得有说 但是啊 并不是很常见是吧 哎 改变这个优化算法来去 呃 来会使网络提升很大 这个东西啊 呃 不是那么容易是吧 一般来说sgd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想用其他优化算法 咱们也可以不妨来试试是吧 飞不住就可能有意外收获 然后啊 咱们一行一行来说 首先啊 咱们在这里啊 有一个net像啊 这个net就是说 咱们之前不是写好了 那个网络的配置文件呢 是吧 就是说有卷积层啊 持华层啊 data层啊 咱们刚才说的那个东西 是吧 咱们需要告诉这个sgd文件啊 咱们刚才写好那个网络的配置文件 在什么位置 是吧 那么这个net像啊 后面这个东西啊 就是说咱们的一个路径啊 咱们刚才写了那个porto tft 那个网络配置文件 后呢其实啊 咱们也可以怎么写啊 咱们这里啊 写一个net 就是说这个net里边 包含了咱们刚才写的所有东西 是吧 咱们也可以这样指定 也可以指定一个trainnet和txtnet 是吧 也可以说啊 咱们的net 我们训练是拿哪个net训练 测试拿哪个net进行测试 是吧 咱们也可以这么写 但是一般来说啊 这么写比较多余啊 咱们一般来说 只写这么一个net就可以了 如果说啊 如果说啊 你想使用不同net 进行这个测试和训练啊 你也可以指定 这样的trainnet和txtnet啊 但是啊 我不推荐大家这么做 卡贝啊 就提供了这样的功能 然后呢 这个testatter testatter什么意思啊 这个就是说 咱们一次迭代多少个样本呢 比如说这里100代表什么意思啊 100不是说 咱们一次测试啊 测试100个样本 那么这个100啊 是什么意思啊 咱们在进行训练和测试的时候啊 给大家再画一下 咱们在进行这个训练和测试的时候啊 咱们是不是一个bitch一个bitch进行训练的 是吧 那在咱们这个测试的时候啊 咱们也是一个bitch一个bitch进行测试的 比如说这个testatter 我写成100等于什么 其实它写成100就是说 咱们一次测试啊 测试多少个样本啊 要测试100乘上这个bitch 比如说这个bitch是等于32的 那么咱们一次啊 就要测试这么3200个样本是吧 就是说啊 在这里啊 这个testatter 这个100啊 并不是说咱们实际测试100个样本 而是去测试 这个bitch在测试这个testatteratter 这么多个样本是吧 咱们现在想一个问题 咱们这个值啊 该设计成多大比较好呢 假设说呀 假设说咱们现在的测试集 有这么 就有32,000个样本是吧 有这么32,000个样本了 然后呢 咱们一个bitch是32是吧 咱们希望什么 咱们希望在测试的时候啊 为了咱们的测试效果更好 为了咱们的测试效果更具普遍性 咱们是不是希望说 把这3200个样本啊 都进行一个测试 而不是说啊 我在你的3200个里边 拿出500个进来测试是吧 哎 这样拿出500个 可能不具一般性是吧 咱们希望把这3200个样本 都给它测试了 那么咱们怎么办 比如说这个bitch现在等于32 那么咱们就用 测试样本的总量 除上你这个bitch 咱们得出一个值是吧 比如说这里得出一个100 那么得出来这个值啊 咱们就写到这里是吧 比如说咱们写到这个testator里边 那么也就是说啊 咱们一次 咱们要迭代多少次呢 每一次要迭代这么多个bitch是吧 也就是说啊 咱们想要把咱们所有的测试样本 都给它迭代出来了 也就是说 给大家说了一下 咱们这个100啊 是怎么来的 然后啊 咱们接着来说 这个test interval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就是说 咱们间隔多少次进行一次迭代呢 比如说这个500啊 就是说 比如说咱们测试了 咱们网络迭代了500次 那么每迭代500次啊 咱们都要进行一次测试 是吧 测试一下当前的准确率 当前loss分别是多大 是吧 那么这个testator interval意思啊 就是说咱们间隔 比如说500 就是说间隔500次测试一个 一般来说啊 你不用写这么小 写个2000次 每2000次测试一次可不可以啊 每1000次测试一个可不可以啊 这个东西啊 都完全看你自己来定的 那么你间隔越小啊 一般来说 说你的网络啊 进行的越慢 是吧 因为你每次测试的时候啊 要把你测试样本集啊 都测试一遍 那么都测试一遍 是不是也比较花时间 也挺花时间的 所以说一般来说这个值啊 设置个10002000 我觉得比较好啊 我一般都是设成1000 然后啊 接下来说 就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东西了啊 叫做基础学习率啊 base learning rate 那么这个东西啊 我们看先来说它的值吧 这个值0.01代表什么 0.01代表着你基础的学习率 是吧 那你实际的学习率等于什么 实际的学习率啊 咱们刚才是不是说了 那个卷积层啊 它有那个 咱们可以设置W的学习率 也可以设置B的学习率是吧 那么最终学习率是吧 最终学习率啊 比如说这里啊 这个我用1来表示吧 这个base learning rate 用2来表示吧 最终学习率是不是用你这个 每一层你指定的学习率 再乘上你这个base learning rate 是吧 这个base learning rate 就是说 咱们在sore里指定的这个东西啊 等于0.01 咱们一般啊 从实际的角度来说啊 咱们一般训练网络啊 主要就要给这个东西 一般来说0.01这个值啊 比较好 咱们刚开始训练网络的时候啊 咱们给它设置成0.01 咱们看一下网络啊 会不会收点 如果说呢 网络啊出现了不收点 或者是过你格的现象 那很有可能 就是你这个学习率啊 设得比较高 一般来说啊 咱们再给它降低一些 降成0.01 甚至更低 0.0001 如果说 你要funture 你要用人间的model啊 来做这个事 你可能要设得更低 可能设置成0.0001 是吧 也就是说 咱们的学习率啊 不能设置太高 设置太高啊 可能会出现一些 过你格的现象 然后啊 咱们提供了一个东西啊 就是说 咱们是不是希望 咱们这个学习率啊 随着咱们的迭代的过程中啊 咱们希望咱们的训练率啊 学习率啊 让它越低越好啊 就是说 一开始学习率啊 咱们为了迭代的快点 设成0.001 那么迭代个一万次之后啊 现在是不是网络相对稳定了 网络相对稳定的情况下 咱们就不希望 再去大调这个W了 咱们希望让学习率啊 现在变得再小一些 比如说是0.001 是吧 也就是说啊 咱们这个Learning Rate啊 要随着咱们的这个学习率啊 处于一个不断降低的过程 学习率 咱们迭代次数是不断进行迭代 是吧 那么咱们的学习率啊 是不断的进行降低的啊 也就是说 一开始10.001还比较好 后面呢 咱们的网络啊 越来训练越稳定 越来越稳定 越稳定 你就要越小调 是吧 你再一大调 就能出错 是吧 咱们就要把学习率啊 不断的再进行降低了 那么这个东西啊 是怎么完成的呢 卡帝啊 给咱们提供了好多种 学习率调整的策略 我们来看 有保持学习率不变的策略 是吧 这东西再来写 我们看 学习学习策略啊 我们可以在这写 是吧 Learning啊 就是说这个 这个东西啊 就是咱们的学习策略 学习策略呢 咱们有很多的可选项 是吧 比如说啊 可以选择保持不变 你也可以选择 Stive Stive是什么意思啊 Stive就是说 咱们来看一下 Stive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你的基础学习率啊 要跟你这个 迭代次数是成正比的 是吧 如果说呢 你迭代次数啊 随着你迭代次数升高 你每 你每升高一万次啊 或者说每升高一千次 我都要使你的学习率啊 降低一定东西 是吧 就是说啊 通过一些公式啊 来控制着你的学习率啊 我可以看 就是说 后面这几种啊 可选择的策略啊 其实啊 都是表达的一个意思 就是说随着你迭代次数啊 我要不断的下降 啊 然后啊 关于这个 它具体是怎么算的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公式啊 实际看一下啊 这里啊 咱们就 不说它是具体怎么算的 只给大家介绍一下 咱们有几种 可以选择学习策略 那么这些学习策略啊 其实是大同小异的啊 就是说 我觉得啊 就是说 咱们在实际学习网络的时候 如果说你当前的网络 很不收敛 假设说你认为 可能是学习率的 导致了这个原因 咱们也可以去调一下 这个学习率啊 看看 调成一个啊 随便换一个啊 换完其他学习率 看了可不可能出现一些变化 是吧 一般来说呀 用这个inv啊 用这个策略啊 比较多 是吧 我基本上就是用这个策略 那么其他的啊 我是很少用啊 也不是很少用 基本就没用过 是吧 因为我也没看到一些论文说 调节这个学习率的策略 可以使得网络啊 更会收敛啊 这个东西啊 暂时还没有看过 咱们实验的时候啊 也可以不妨去试验一下 无非就是 多训练几次样本吧 咱们呀 也可以实际的就看一下 然后啊 咱们再来说下一个动向 下一个东西叫动量啊 这个动向 解释起来有点困难了啊 动量这个词啊 大家可能听起来比较抽象 给大家简单的画一下吧 什么意思呢 简单的这么画一下吧 可能这个动向 我解释起来 也是解释的比 不一定要说 不一定要 让大家都明白啊 就是说 假设说啊 咱们现在在这个a点是吧 然后呢 咱们有个最优解 最优解是b点是吧 咱们要到这个b点 咱们怎么到啊 假设说 咱们现在是这么到的 哎 我是这样 不断的去迭代 不断的迭代 优化 迭代优化 迭代优化 是吧 最终找到了这么一个b点 是吧 那么咱们看啊 咱们是不是走了很多 无用功啊 咱们希望什么 咱们是不是希望能从这个a点 直接到b点最好 是吧 但是呢 咱们是通过这样 哎 一点一点波动 是吧 不断的去优化 最终啊 优化到了这个b点 那么咱们从这个 从坐标轴的角度来想啊 咱们是不是希望 咱们这个x点啊 要沿着x轴走的越多越好 沿着y轴走的越少越好 是吧 因为啊 y轴很多都是无用功 而x轴呢 很多都是咱们需要走的东西 是吧 那么动量什么意思啊 动量来说 我们看 在这里 我们走到这里了 我们是不是说 哎 下次啊 要进行反方向走 是吧 那么咱们啊 在进行反方向走的时候啊 假设说 咱们有个动量 动量什么意思啊 哎 有个动能 就动能也不好 就是说有惯性 是吧 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惯性啊 惯性就是说啊 咱们应该都搞个物理这个东西 比如说 咱们啊 从一个滑堤上滑下来了 是吧 即便咱们着地了 咱们是不是还要往前 划清一段区域啊 是吧 就是说有这么个现象 那么这个动量呢 也是这个意思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啊 我为了能够使啊 它沿着X轴 也就是说 朝着有用的地方 走的越多 咱们在这里啊 因为它进行一个反方向了 咱们在这里啊 哎 假设说我还有个惯性 是吧 惯性是多大 惯性 比如说你这个动量 射成0.9 咱们原来 咱们用力的脚来说吧 原来的力是X 是吧 那么现在 哎 你到达了这个点之后啊 你还有一个往下的力 是0.9X是吧 也就是说呢 你的力啊 是没有消失的 哎 还往下有个力 是吧 那么现在呢 咱们看 咱们到这个点之后 咱们是不是要这么走了 哎 咱们是不是有一个 这个方向的力啊 假设说 咱们没有这个动量 咱们是不是直接 就朝这个力的方向去走了 哎 但是呢 如果说啊 咱们有这个动量 有这个动量的时候啊 咱们是不是可以说 做一个力的 求一个合力了 是吧 假设说 哎 这个0.9 刚才花点太大了 假设说 这个0.9的X 这个动量 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咱们看 假设说 有一个惯性 有这么一个惯性了 咱们这个合力方向 是不是说 就是更偏着 X轴这个方向了 是吧 我们用1和2来表示 1代表原来这力的方向 2代表着 有这个动量 有这个惯性之后啊 一个合力的方向 是吧 假设说 我还有惯性 惯性 我到这个点之后 这个力没有消失 还往下有个力 是吧 那么通过啊 咱们这个力的合成 咱们就知道了 咱们新的方向 是沿着X轴方向 更多一些 是吧 也就是说啊 咱们既然想让它 沿着X轴 沿着咱们 朝着这么最优解的方向 前进的更快 咱们需要设置 这么一个动量的向 这个动向 其实蛮抽象的 我也是没有想到太好的解释 来解释动量这个事 那么我就想到了 好像这个东西啊 跟力的合成差不多 那么也就拿这个 力的例子啊 给大家解释 这个解释一下 好 不知道大家 对这个东西啊 听没听懂啊 也就是说啊 咱们到这一个点之后啊 咱们这个东西啊 没有完全消失 有一个惯性 有个惯性之后呢 咱们可以求合力 求完合力之后啊 能够使得咱们这个 优化的速度啊 更快 那么这个动量啊 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也就是说啊 为了能够使得 咱们更快的朝着 这么最优解的方向前进 是吧 咱们设置了 这么动量一个向 动量等于0.9的意思呢 就是说 咱们之前啊 说的啊 那个力啊 就是说 咱们还要保持0.9的 这么一个力啊 接着往下走啊 这个0.9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东西啊 我是不推荐大家去调的 这个0.9 我看了好多论文啊 这个0.9 基本上就是个万年0.9啊 从来没变过 我没看过哪个论文说是 把0.9改成0.8 或者是改成0.95 使得网络啊 效果更好 那么从来是没见过的 看过这么多 永远都是0.9的 那么这个值啊 可能已经是成为了一个 非常惊艳的值 成为一个死值了 我就不图现大家 再去调解这个东西了啊 大家只需要知道 这个moment啊 不是moment 这个动量啊 它是表达一层 什么样的含义啊 就可以了 然后啊 下面还有一个display啊 这个display啊 就是说 咱们要进行网络迭代的时候啊 咱们是不是希望 哎 每迭代一次啊 咱们要 咱们每迭代多少次 咱们要打印出来看看 是吧 也就是说呢 这个moment这个量啊 就是说 哎 咱们迭代个100次 咱们就来打印出来看看 那么这个display啊 就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说 每迭代100次 咱们打印出来看看 一般来说啊 不用看这么齐 隔隔500次看一下 我觉得就可以了 然后啊 这个max maxator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你最大迭代次数啊 咱们一般来说啊 把这个最大迭代次数啊 设置成稍大一些 就是说 你迭代多少次啊 你就停止了 咱们一般啊 设置稍大一些 设置个10万 我觉得啊 还算差不多 别设置太小是吧 你设置大了 你不想迭代了 你可以直接随时的 给它看得掉是吧 但是你设置太小 就不好了 这个东西啊 就是说 你要可以设置一个 最大迭代次数 然后呢 这个这个翻译过来 是个快照的意思 就是说 你每迭代多少次啊 保存一下模型 那么这里啊 写5000 就是说 你每迭代个5000次啊 要保存一下这个模型啊 但是我推荐这个值啊 设置小一些 设置成了2500啊 或者1000都可以 如果说呢 其实保存模型啊 花费不了太多时间了 你保存一下这个模型啊 非常有利于 你之后啊 做一些验证是吧 比如说 你现在啊 迭代了两万次 迭代了两万次 你手里有四个模型 和你手里有十个模型 肯定是不一样的 是吧 比如说 假如说你手里模型 现在保存一下模型越多 你就可以越去比较一下 哪个模型会越好 是吧 为什么 因为啊 咱们这个Loss啊 它不可能是 一直刷一下的 从山顶降到山底 是吧 一般来说 没这个现象 经常的现象 就是说 Loss啊 处于一个浮动的状态 很正常嘛 浮动的状态 是吧 但是啊 总体的趋势啊 可能往下像的 如果说啊 你保存的这个model啊 数量比较小 那么你可能保存到这个点 是吧 没有保存到一个比较好的一点 那么也就是说啊 我推荐大家 咱们多保存几个model 那么最终啊 咱们把这个model拿过来 咱们循环一下 看一下哪个model啊 实际的测试效果更好 咱们就用哪个model 是吧 也是推荐 咱们多保存几个model啊 我一般也是这么做的 然后后面这个啊 就是说 你要把model啊 保存到哪个文件夹里面呢 这个没什么说到 然后后面这个啊 就是啊 咱们这个sower mode 就是说 你要用什么模式 来进行网络的迭代呢 如果说啊 你配好了这个gpu的环境啊 你就可以用gpu来训练了 如果说你是 没有配这个gpu的环境啊 你就需要把它改成cpu啊 用cpu来做这个 网络训练这个事了啊 就是说啊 你是什么样环境 你就写什么样环境啊 默认啊 是这个gpu的 然后啊 这个就是啊 关于这个sower的一些 配置文件的一些说明啊 我们一看 其实刚才讲的这些 咱们sower 可以调节的东西啊 其实还是蛮多的是吧 但是一般情况下 咱们调节这个群细啊 就可以了啊 如果说你比较懒 你不想调节啊 东西啊 咱们简单调节一队啊 就可以了 如果说呢 你想啊 每一个东西啊 都看一看 不妨把这些油画的算法啊 以及提度啊 调整的测试啊 咱们都试一下 背不住啊 还会有一些 意外的收获 那么关于sower这个文件 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